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跟中国队近期热身赛成绩不理想有关 李皮否认 不不不 我们尝试做得最好 中国队也有提升 即使提升幅度没那么大 我们是从低谷开始的 我希望在我离开时能留下一些重要的东西 李皮今年已经70岁了 他趁中国足鞋给他提供了一份自眠书院合同 如果李皮真的在带中国对自眠 那他合同结束时将是74岁 看起来他不想再晚年离家太远 李皮华 要是我不会再为自眠不工作了 但是这一两年内 如果有国家对执教机会 而且不像中国那么远的 我会考虑的 李皮执教中国对这两年 拿的是两份薪水 其一是中国足鞋提供的年薪 其二是恒大提供的足校顾问费 后者高达1550万欧元 法国足球级模李皮的总年薪 高达2300万欧元 排名是届第二 不过李皮执教国足期间 还从恒大方面领取工资 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争议 不过有消息称 这回中国足鞋与李皮商谈事业 是双方面的事 恒大方面已经不再参与 李皮亚洲背后陷乱 已成定局 中国足鞋事实上已经为李皮 李烂做好准备 亚洲背后国足肯定要换帅 并且马上要待对备战 2022年是预算